今天有兩篇報導 那一個是中國時報 一個是上報 我請教宇曹老師 我們先來看 中國時報他的標題是 朱立倫認了 先打問號 黨內高陳鋪 曾招侯友宜 戰2024 陳定菊 寫得很篤定 那內文是講什麼 他說有中部的選單操盤手講 地方傳出來說 其實南投的這一局 林明珍一度 因為感覺選前 就已經知道民調不妙了 所以他不想辦選前之夜 侯友宜到底有沒有 在選前之夜親自現身 對結果已經沒有影響了 就是在幫侯友宜開脫說 沒來沒差 怎麼會抓戰犯 抓到他的身上 然後又另外一段 是講到跟朱立倫有關的 在南投補選投票的前夕 挺豬派 投票前挺豬派 還去雲林台東 去密會地方的大佬 跟議會高層 可能是議長 可能是副議長 說勝選之後 我們就要肯定朱立倫操盤 非常的辛勞 大家對於朱立倫 我們也是比較熟悉 挺他什麼好處等等 所以期待他可以更上一層樓 敗選之後 情況又不一樣了 敗選之後講 一樣卡在那邊的人的電話 那些人回應是什麼 當內誰最強就挺誰 之前說希望朱現在已經改 誰最強就挺誰 當然風向就轉變成侯友宜了 就算怕他不是很麻煩 沒有什麼好交情 但是比被綠營臨時好 風向變了 那我們再看這一篇 剛剛講說已經訂於 侯友宜一尊了 那這篇上報是楊逸寫的 楊逸寫了什麼呢 他的意思是說 你看去拜會了吳伯雄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薄公模式當一個榜樣 就是要做球 幫侯友宜包括徵召 或是出場的時機 給他一個空間 可是我們看 藍營輔選的幹部說 其實朱立倫該講的不都講了嗎 能做的也都做了 那幫侯友宜已經創造一個 很大的出場空間 可是侯友宜怎麼一直到現在 都還沒有接球 甚至給黨中央碰了軟釘子 台面下侯正營的人還放話說 黨交勢的事情 先處理好再說 一副就是置身事外 所以我們看這兩篇 一邊說是訂於一尊 一邊說阿賣阿賣 其實侯友宜還在碰軟釘子 來我請教宇曉老師 這兩篇報導你看到了什麼 跟民進黨職球對決 派系競爭的政治文化 完全不一樣的地方是 國民黨就是宮廷鬥爭放話 民意的人都知道 最近這一連串的 是哪一陣營犯的話 很明顯侯友宜 吃豆腐吃人家 薄公模式 朱立倫內心想 我就不想做薄公 你為什麼叫我做白公 我就不是 我就不想當吳伯雄 吳伯雄當年怎麼做 不代表我現在怎麼想 硬要把話塞到我嘴裡 打壞了朱立倫的盤算 朱立倫本來有三支箭 就這一招 這一次的初選或是國民黨 提名過程中我觀察 第一個大家比較熟悉 叫以脫代變 簡單來講叫做時間換取空間 量變引起質變 希望民調發生一些變化 在100天之後情勢逆轉 這是第一招 第二招叫什麼 以退為進 像說大局為重 來凸顯什麼 有人步步進逼 我是多麼為這個黨設想 但是有人軟頭擦滾 叫他說要不要出來選 到現在還是好好做事情 這樣的社會觀感 跟黨內觀感可能不太好 第三招是什麼 權力平衡 這也是我在貴雅節目中 講過的 誰稍微高一點 就放箭射他 之前是郭台銘 後來是侯友宜 這樣子以脫代變 或是以退為進的結果 看看自己能不能急起直追 但朱立倫漏掉一件事情 這個叫什麼 這也叫欺商權 你再以脫代變 以退為進 對手的民調雖然也掉 但是國民黨整體的民調 有沒有掉 也一起掉 還有最好笑一點是什麼 別人的失敗不是你的快樂 別人雖然的民調掉一點點 朱立倫你的民調 他一直沒有上來 所以這個東西 一定被侯友宜看在眼裡 最後我說侯友宜的部分 侯友宜明目張膽 剛才來上節目前 我跟益川聊 已經明目張膽到什麼地步 新北市政府根本是 第二中央黨部 也是明目張膽的什麼 計權總部 這比柯文哲繼身國會 還誇張 是什麼意思 整個新北市政府 現在是市政優先嗎 不是 整個新北市政府是為 侯友宜 黃袍加深來不悟 所以說他當然也不想表態 你這個論述的立基點在哪裡 比方說因為我今天看到有一個民調 是新北市政府的民調出爐 就說這個市長其實做得不錯 成績都在幾分幾分 但是這個部分也有就是說 也有在幫他解套是不是 沒錯 這個民調就是新北市政府說出來了 其實剛剛好才剛連任或是新手上任 民進黨在做別人的檢證 哪有國民黨自己說 我們做得真好 我跟侯友宜講 你這樣做有幾個問題 除了我剛才說的有沒有行政中立的問題 甚至黨務中不中立的問題 你這個已經變成是 競選總部跟中央黨部了 那我就問你做那麼多民調 講了半天 就是什麼 你在新北市的政績 任何人都會反映是 你一千八千做得這麼好 那你就待在新北市繼續 好好當你的好好做事就好了 還有地方上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跨出淡水河跟新電系 大家都有這個疑問 最後我要說的地方是什麼 侯友宜現在打模糊仗 甚至開始在補習 想辦法他想去演別人 比如說他想演馬英九 甚至想演李登輝 我覺得不用了 什麼才是最真實的侯友宜 跟李坤城講話的時候 或拍拍袁慧池的肩膀的時候 那個才叫侯友宜 侯友宜現在電視辯論這樣講 中共就是差勞 我就是監察 我剛才差勞 我講話死 我一定會刑求他 這個比較像是他的鬼靠 不小心講出了真心話 可能也是你的工作 你叫侯友宜演學者 演國安專家 演政治領導人 或是國家領導人 短時間之內怎麼學都學不來 所以光晴姐講的也是 現階段少說好好做 這是另外的以拖待變 可是真的提名你見真章 有電視辯論的時候 韓國瑜還會給幾個金句 還會罵人 用什麼眼看大家 還會說什麼三例變兩例 那是韓國瑜 請問這個侯友宜到 那個場合遇到對手的時候 他要講什麼 永遠都會做事嗎 人家有想新的梗了 今天有講一個新的梗 是新北市最大事做大事 上禮拜就講了 他有在發明新的梗 可是聽完之後 黃王晴就講說 又來了 這還不會是一樣很空嗎 對不對 我自己是辯論演說出身 會有一個最大表堂的溝通問題 請你不要故意捲舌 還有不要故意高八度 對受眾來講 那聽起來的聲線很高 所以侯友宜的問題很多 但是迫不及待的小野黃袍加深 越是說不要啦 可是從中者放鞭炮 槍斗打鼓 就是跟大家講 朱立倫夠了啦 趕快抬教室把我們取回家 因為光晴姐 她看到侯友宜的問題 不要再在那裡好好做事 你起碼再進一步的論述或什麼 不然你就會人家被人家看穿說 你真的就是很空嘛 對不對 那我們看這是友台 友台所做的喉語錄金句 我覺得這個不叫 不應該叫做金句 因為他其實金句是說 我講得很厲害 比方說阿中部長 那時候有些金句 來 曉芳姐我們看 她 我覺得這個CG 實在是蠻妙的事 她剛好壓在整個喉眼的臉上 通常我們比較不會這樣做 我們會 請西北市 明年以後這個所有的那個活動 不要給他辦 第一個就是好好做事 第二個是每個人有自己的角色 那我其實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他每一個人有自己的角色 他在翻譯舉落之後 就是說我新北市市長 我有新北市長的角色 但是昨天是總統的時候 還有總統的角色 他其實內心還是有其他的想法 那問到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 不是謝謝大家 就是我們給予尊重 那不然就是什麼不分你我 明天比今天更好 空到一個不行 招質疑受訪重複空洞 我友宜還說 我就是把這裡的角色做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小心點 我們要保佈 teraz的角色做好 我們要去保佈 我們要保佈 還有就是我們要來 我們去全面 我們要來找找 我們要去 我們要來訪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我們要來